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在减肥的路上,许多人将淀粉列为宿敌 认为它是体重增加的主要元凶 但实际上,在挑选淀粉食品时 不见得需要全面排除 那么,在减肥时该如何取舍汤面和干面呢? 本篇将为您揭示答案 并提供小贴士助您甩掉多余的脂肪 面食选择对于减肥的重要性 减肥者常控获于海种面食最适合 汤面和干面的最大差异在于油脂的分布 汤面中的油脂主要存在于汤头中 建议减肥者选择汤面时 可扫免饮汤、食面 而干面的油脂则多数存在于面体中 难以避免,且与汤面相比 热量差异可高达100大卡以上 因此,减肥时选择汤面 并建议搭配海带等富含点和纤维的食材 有助于促进油脂代谢 选择非油炸面体有助于维持体重 在追求身材维持的路上 选择非油炸的面食至关重要 例如意大利面、荞麦面和全麦面等 均为不错的选择 相较于白面条更佳 另外,米粉和冬粉也是不错的替代品 即便是泡面 建议选择非油炸制品 面食的佐料和烹调方式也关键 选择意大利面食 以选择青草类型 例如蒜香口味 避免过多奶油酱 因其热量相对较高 此外,餐桌上的面食不能只注重于面体本身 适量搭配蔬菜 选择低脂肪 少油的豆类、鱼类 蛋类和肉类也是重要的考量点 饮食搭配是减肥的关键 减肥不仅仅是饮食的选择 更需要考量食物的搭配和烹调方式 拥有合理的饮食计划和科学的营养搭配 才能更有效地减少多余的脂肪 饮食均衡与多样化 在减肥过程中 适当的饮食均衡和多样化也是相当重要的 除了面食外 将注意力放在蔬菜 水果、蛋白质和健康脂肪上同样重要 合理的摄取均衡营养 也助于维持身体机能 同时达到健康减重的效果 适量运动与餐饮搭配 除了饮食上的选择 也是减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运动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消耗多余热量 加上合理的餐饮搭配 更有助于减肥达成目标 在减肥的过程中 面食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尽管汤面与干面各有其特点 但合理的搭配与选择能够帮助减肥者 更好地掌握热量摄取 提升减肥效果 除了面食之外 合理均衡的饮食搭配 以及适量的运动同样重要 掌握这些关键因素 才能更好地走上减肥成功的道路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 欢迎订阅频道